接着带您来关心译文相关消息 旅居南加州的知名画家梁伦武与他的学生李天成和邓蕊 在洛杉矶拉哈布拉施力画廊举行展览 这次的画作义卖所得将全数捐给当地学区 补助公立学校的经费来源 而这一场师生绘画作品展览 也吸引了许多热爱艺术的学生还有家长前往欣赏 朴实的建筑外观充满了文艺气息 满满的祝贺花篮更烧来一丝喜气 在南加州享有爱国画家名号的梁伦武 这次率领两名学生李天成和邓蕊 师生一起在位于洛杉矶东边的拉哈布拉施力画廊举办联合画展 这次展示的数十幅艺术创作 包括水彩、素鸟、油画 呈现出人物、敬物、建筑景观和自然风景等主题 联国画也穿插在西洋风格的作品之中 展现师生三人画风多元且毫不设限 虽然在我们海外的华人在这里生活非常辛苦 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也有这个热忱 能够新做画 然后把我们的画作来展现给大家 同时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做一些工艺的活动 今天的画展 所有卖出的画作 全部捐作工艺的活动 这是我们这次画展的主要的目的 我的画风其实有蛮多种 除了传统的绘画之外 我还有一些比较诽谐的一些漫画 来阐述现在目前社会上这些经济时事方面 这次连展作品以意脉形式展授 收入将捐赠给当地公立中小学 桥社领袖包括吴成远、许淑丽等 多位全美台湾同乡林会成员都出席支持 呈现台湾同乡林会会长江斌 也直接在现场认购作品 抛砖引玉 号召大家为社区教育与慈善尽心尽力 梁乐武先生是我们在洛杉矶地区 非常爱国、非常知名的一位画家 那他在这里教育英才 培养出许多优秀的这些艺术的孩子 启发他们的天分 那我觉得最难得的是梁乐武先生 他对于台湾的时事非常关心 对中华民国也非常的支持 是一路以来他愿意贡献他的一些天分 然后呢在许多的报章杂志上也好 或是在社区的作品上 他都能够呈现出对于国家的关怀 对于中华民国目前政治事务的担忧 毕业于师大美术系的梁伦武 长年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 同时也不停下创作的脚步 前两年梁伦武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作品展 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关注 也因而在华人社区被封为爱国画家 这次是梁伦武第五度为社会公益举行艺脉展览 除了艺术交流新场外 也教导年轻学子对社会各层面事务展现关心和贡献 台湾宏观电视馆仁清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